依据109年国人死因统计结果 脑习惯疾病平均每年夺走一万多条性命 卫福部国健署为了唤醒民众的预防保健意识 推广脑中风红色警报评估表 民众可以自行查看中风八大危险因子 血压、胆固醇、糖尿病史、心防战动、洗眼史、体重、运动习惯、脑中风家族病史 只要任何三项有异常的清新 就属于高危险族群 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当然我们脑中风获取 它的治疗的黄金期非常的重要 如果能够发生的时候 及早到医院里面来就医 医师及早的诊断 及早的给予药物的治疗 其实它后续的病化症是影响非常的大 差别也非常的大 有些人可能很轻微 有些人可能就是中身瘫痪 甚至于死亡 所以我想这个后续的治疗就非常重要 所谓的黄金期 所以怎么样当你发现自己 或者是你的桌刀朋友 有哪一些症状 比如说他说话的时候 或者微笑的时候 脸部可能有一些这个 不一样的地方 或者是他自己 比如哪一边或脚哪一边 比较没有力量的时候 希望能够紧急打119到1N 来做治疗 所以相对的后续的影响 就会对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时序渐入秋冬 日夜温差大 容易触发脑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 国健署也推出味教素材 教导民众辨试方法 无法轻易完成任何一项动作时 就要立即就医 民众可以上网到国健署健康99网站 取得重视居家保养与预防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道